由于程式语言特性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程式里面看到一个类别叫另外一个类别,又包了另外一个类别,这样子层层牵套的这个状况 这个当程式如果很长的时候,通常就很难去识别目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叙述到底是属于哪一层的类别 那所幸idea有一个外挂可以很有效的来帮我们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次要处理的问题 这个外挂叫做Rainbow Brackets,就是彩虹括号 那它会帮我们处理四大类的括号,有我们的这个大括号 还有一般的这个圆的括号,中括号,还有角括号 这四大类的括号,它都会用不同的颜色来标示 因此我们可以在看到这个编辑区里面的程式码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识别出我的这个 它所属的这个阶层的关系,可以很快就可以做识别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一层它是用红色的 那它对应最后面的这个就是红色的 所以它是对照的 那比如说这个container这边的括号,它是用绿色的 所以这一层也是用绿色的 那它可以帮我们很快的这个括号的颜色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阶层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识别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个结尾的部分的这些颜色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颜色 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个逗点 flutter的程式它在这个最后面 widget最后面的括号的这个逗点要记得加 因为这样子再按下Ctrl-Alt-L 做Reformat的时候 它在后面的这个注解 可以帮我们自动加的很整齐 这样子看起来就会很清楚 比较一目了然 那这个除了它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四个括号 四大类型的括号做不同颜色的区别以外 它也提供了几个hack key 可以方便帮我们标示出我们游标所在位置的这个 这个scope的一个程式 比如说按下Ctrl跟滑鼠的右键 它会帮我们做高亮度的显示 那Alt跟滑鼠的右键 它是会把游标以外的地方都把它变淡 让我们可以比较集中精神在你的这个区块里面 要编辑的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假设我的游标目前停在container 这个位置里面 那我按下Ctrl跟滑鼠右键 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一块container的整个区块 就帮我们做高亮度的显示 然后它显示的这个背景的颜色 是跟你这个游标的这个 跟你这个括号的颜色是近似的 比如说你这个括号是绿色的 那它出现了这个区域的高亮度 它就会是比较淡一点的绿色 它可以做这样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这一块 在这个Wisit里面的这个list 我们按Ctrl右键 它就会变成是淡黄色 那要离开这个区域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我就是我目前的这一块区域 就是属于这个Wisit的这一个范围里面 那要离开这个高亮度显示 就按Escape就可以离开了 那另外一个对应的就是 Alt跟滑鼠的右键 它会把你目前游标所在这个区域 还是保留原样在显示 但是其他的地方通通会变淡 那这样子你可以方便你很清楚的 看到你这一段程式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转心做编辑 程式撰写的一个处理 按Escape可以离开 那另外我们在这个 这么多的这个Wisit的阶层里面 我们要很快的去找到这一层的上一层 或是它的下一层 那我们用人工去看 或是看这个括号 其实还是不是很容易 那idea就可以让我们按一下 Alt跟上下键 在这个不同的这个Wisit里面 就做移动 比如说我按往上就是跑到上一个 按往下就是跑到下一个 那请注意这个不同语言 这个Alt上跟Alt下是有不同的定义的 比如说在Java里面 它就是直接跳到下一个Method 按Alt往下就跑到下一个Method 那Alt往上就跑到上一个Method 那跟这个在Flutter里面的这个 定义的方法是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Flutter里面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Widget的阶层里面做移动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外挂 那那个外挂的安装方法 其实也是很简单 我们就是按下Ctrl Shift跟A 打下Plugin 然后选到这个第二个Plugins 在这个Marketplace的地方 打下Rainbow 那出现了第一个就是它了 那你再按Install 再重新启动你的ID 就会有这样的功能了 那今天就介绍这个很方便的这个外挂 Rainbow Brackets给各位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